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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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们 虽然咱们现在被围着 但这酒该喝还得喝 谁他娘的知道 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 来 今朝有酒今朝赛 来来来 喝喝 来来来 都满烧 来 兄弟们 今天辛苦了 今天敞开了喝啊 来 来 跟 尝诞 尝诞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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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了 我哥的那几条狗 都在这了吧 都在呢 一个都没拉下 好 干得漂亮 剩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一切按咱们之前商量的办 那你呢 我要去找我哥 都在走 快 走 走 走 快点 快点 走 昨天晚上又跑了二十多人 游队长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接二连三的不是 逃跑去向西四军投降 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抢 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 你还让我怎么办 把人全杀了 谁来打仗啊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听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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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承擔 他人也不停泊 第二次帝國也不停泊 混蛋 吉田軍 現實地認識 戦争終了 那是終了 我快到了 官場司令部來的命令 民眾 不停泊 不停泊 混蛋 不认识 笨蛋 日本军人 必须在中国人投降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谁能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哥 日本人投降了 投降 向谁投降 谁决定的 向中国人投降啊 我想吉田军跟这个人 正在争吵是否投降 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 可吉田军不干 投降 日本人要投降 不可能 不可能 日本人要投降 那我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 日本人不会投降的 是否人不会投降的 就在这个位置啊 团长 鬼子投降了团长 团长 鬼子投降了 哪个具点的鬼子投降了 把你露成这样啊 不是哪个具点的鬼子投降了 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 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真的假的 没骗我吧 没有 真的 这可是失利派人来通知的 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投降了呀 太棒了 我们终于要让他投了啊 是啊 快去看看呀 兄弟们 别愣着 快去投给自己的部队 快点 终于投降了啊 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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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团长 这案件说鬼子投降了 他们应该搅枪啊 这怎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听我说啊 咱们还是说两手准备 你回到前天阵地 立刻监督王关正鬼子的动向 是 你们两个 告诉全团部队 随时准备抢攻 是 赶紧通知各部队 是 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肯定是真是吗 日本人投降了 这日本人投降了 日本人投降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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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吉田君 请请请请请 向前面投降 正直 特朗普迷藏子的战 现在是要返回日本 多数人都我同样 吉田君 我必须要返回 我必须要返回 混蛋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会死的啊 那帝国的芳士兰怎么会死的啊 是白日海三国的群人啊 你怎么会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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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投降 绝对不能投降 绝对不能投降 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绝对不能投降 别动 把架放下 莉莉 你要干吗 把枪放下 就算你们不投降 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 这个时候 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阵子了吧 别浪费时间了 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 绝绝 绝绝 你这是在干吗 你是小害死我 没错 对 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看清楚了 我是你哥 我是你清哥 对 没错 你是我哥 你是我清哥 你就是那个骗我 瞒我 利用我的七哥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我已经知道陈锋已经死了 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骗我 我不是真想骗你 我怕你接受不了 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 再找机会告诉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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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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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唬 跟哥说句句话 哥 我要 我要去见 承风 哥 他已经等了我好久 我要去 我要去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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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全体给我冲进炎子 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 日本御人天皇通过广播 发表中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阁下就是谁座 就是谁座 就是我 之前我对阁下的事情 告诉你们 阁下的事情 阁下的事情 行了 别说阁下话 赶紧收强吧 我阁下的阁下 在阁下的阁下 在阁下的阁下 阁下的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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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我姨 我跟你说少废话啊 我们必须无条件投降 我们必须无条件投降 你天皇的命令 也是无条件投降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真想 把你们全都给杀 但是我对我有规定 我们有规定 投降之后 我们会按照 丢代俘虏条例 保证 我们 以及你们家属的安全 和遣返 本来你们都投降 按道理 我们可以不杀你 但是我们上去 可没有规定 我们不能够自慰啊 如果你们所有的人 再在这里胡找满缠 赋予完抗的话 今儿个我保证 你们每一个人 都出不了这个门 回不了你们的日本老家 听到了吗 知道吗 知道了 好了 投降 我们投降 现在开始交集仪式 这次发表了 投降金内 是 的 一 一 投降的军队 战斗 战斗 要解除 安全的方法 有限制的方法 准备了 准备了 一 日本抗兵器 是日本的将军 一刻是本地回来 三 被迫的日本抗兵器 我们的医者和 日本的国家共同治疗 现在 我们的大兵器 在此 有些人的答案 官团长让我去护理他 之前那个连长 不是给他换了三个护士了吗 可是他一直不满意 这次点名让你去 可是我又不是专业做护士的 我不会啊 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对不对 你就给他没事端个茶 倒个水啊 打个饭什么的 要是有换药什么的 你就找大夫帮你换吧 那他找谁护理不行啊 干嘛非得找我呀 我不行 我想是不是他觉得 你之前抢救他的时候 做得比较好啊 所以这次选你去 行了 组织上给你安排任务是吧 让你去你就去吧 好好好 我去 大姐 小老金 是团长他吧 团长 黑带 看看谁来了 团长 你们都在啊 大姐 小老金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官团长啊 我们特意来看看团长 尤其是看看大姐 你看十三哥给你带什么了 罐头 苹果 特意给你带的 这些罐头呀 刚好是缴活日本人的 放着也怕坏了 每个老战友咱都分点了 那还得谢谢代理团长 还记惯我们这些 当年被你踹出五连的老战友 好啊 谢谢啊 这独立团打得不错呀 一箱没放就把王国正给解放了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带的团 是你小子呀 怎么进来不圆一事 我看您看报纸看那么入神 我就没敢教你呢 咋样 团长 稍好点没有 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带什么来了 团长 团长好 这是团长给您带的水果 让我看看 什么好东西 这都是小货的罐子水果 你看咋样 凑合吧 团长 你这伤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还伤呢 肠子断了 本来呀 都开始准备后事了 但你说 我的命就是那 正好军分区来了一个 国际红十字会的 医疗支援团 里边啊 有个外国大夫 医术高超啊 听说我受了伤 就马上赶快来给我做手术用 这活生生的 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 检查身体的时候啊 还发现了两片 长征时期留下的蛋片 这不顺手吗 也给拿出来了 这伤势好了 可我遗憾哪 没干伤 跟鬼子们最后这一战 你说说 我打了半辈子的鬼子 八败都败了 可最后一哆嗦 没敢上 你说我窝心不窝心吗 好在那个方碧仪 你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 陪我聊会天 你说你这小子也不过来看看 你有没有两心呢 团长啊 你以为我不想来看你啊 我真想过来啊 可是现在 你这把整个团头交给我了 我都快忙死了 这刚一睁眼就一天的事 现在我只要一闭眼儿一沾床 三分钟准着了 我哪有时间呀 我都快累死了 还累死呢 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 这团长当得挺过瘾吧 过瘾是过瘾 但是我总觉得吧 还是我当连长舒服 我当连长 起码每天不用操心事了 对了 团长 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 这次我们连损失可大了 牺牲太多了 吓唬你招兵的时候 一定得想着我们连 让我们先挑人 我还想 等我再回去当连长的时候 手底下的兵 可不能比之前的差啊 还想回去当连长啊 做梦去吧 你车话啥意思啊 什么叫做梦去吧 团长 你不会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了吗 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们之前可说好的 你要这样 可就过河拆桥了 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你看看看 别胡思乱想了 为什么 你回去当不了连长了呢 因为从现在起 你就是咱们团 真正的团长啊 我说你这小子呀 怎么老毛病还是不改啊 你说 我怎么能放心 把咱们团交给你 等我等我等我 团长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敢说啥 是真的假的 你详我的吧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我告诉你吧 军分区 马上就要整编了 每一个军分区 都要整编成一个师 咱们军分区呢 以前没有参谋长 这个职位的设置 这不 上级命令我 等上考以后 马上复命 上级啊 让我推荐一个新团长 我想了半天 实在是没办法呀 就推荐你吧 团长 你推荐我了啊 我 我行吗 你行吗 我这两天啊 正在琢磨呢 你到底行不行 真是不行 我现在真后悔了 这样吧 我马上给上级 打个报告 换人 别别别 我行我行呢 团长 你看我当代理这么多天了 业务什么的我都熟得 一塌糊涂了 再说了 咱们团也没人比我更合适啊 你小子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谦虚 你给我听好了啊 我告诉你 咱们团 从成立那天起 就是能攻善战 我把咱们团 带着兵情马装 现在把这个团 交给你了 可千万别给我毁了 你知道不知道 放心吧 团长 不 参攻长 团长 你之前把五连交给我带的时候 我带上啥样 你可都看着了 这次你把咱团交给我 我保证 逼钱带的还要好 保证不给你丢脸 啥 连长成为正式的团长了 昨天 我跟关团长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 说 就差正式命令下来了 连长成为了正式的团长 太好了 太好了 姐 那你们的事不就有谱了吗 我们的事 什么事啊 你们成亲的事啊 你想啊 之前连长 那是因为级别不够 队伍上了纪录 但是现在连长成为团长了 级别够了 那你不就可以考虑 成亲的事了吗 这成亲可是大事 哪有那么快的 再说了 他五十三四里怎么想的 那谁知道 说不定 他是拿级别这个事 当借口呢 那你就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聊聊就清楚了呀 这事哪有女人主动去问的呀 就是 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 再说了 我大姐长得多漂亮 咱能主动问他吗 不能够 不去 你到底向着哪边的 我 我告诉你我向着哪儿啊 在队伍上 我听十三哥的 但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这件事 那我得向着大姐 再说了 我是我大姐的娘家人 团长 你先把手擦擦再吃 来来来 毛病有这么多呀 这才医院 咱得提人医院的嘛 来来来 那个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小子 过来 坐这儿 过来 坐这儿 啊 过来 坐这儿 啊 过来 坐这儿 啊 怎么了 校长 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跟 方碧仪的事情 到底怎么样 啥事啊 什么啥事啊 我看着了 方碧仪 喜欢你 团长 这可不能乱说啊 我跟方碧仪 那是革命友谊关系 我 什么革命友谊啊 我是过来人 什么看不出来呀 我知道 你对他 也有那个意思 没有 我告诉你 方碧仪这个人 真的不错 就是配上你小子呀 有点可惜 你们家祖坟上啊 烧高香子 你还拿什么架子呀 我没拿架子 没拿架子 那是因为什么 你还想着牺牲的丁玲啊 还想着牺牲的丁玲啊 你和丁玲 最终没走到一起 的确挺可惜的 说实话 我也喜欢丁玲 我甚至把她 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你要知道 现实毕竟是 你们现在 隔离一室 你总不能因为 一个逝去的人 而忽略一个活着的人吧 我说的这些 你好好想吧 最近 接连发生共产党新四军 在我们前面 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尚风指示我们 国共谈判并不顺利 对共产党不能客气 日本人撤走之后 我们的敌人 就是共产党 京处长 这话我不能同意 咱们的抗战刚刚胜利 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 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上面 而不是自相残杀 再说了 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 我手底下的战士 也希望能早一天回家 好好地过安稳日子 吴团长 这是委员长的最高命令 怎么 你想靠命吗 京处长 我是一名军人 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 但同时 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我只是说出了一个 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好 我尊重你的想法 可同时我也告诉你 吴团长 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上一天 我们就不得安宁 你想建设国家 那就等消灭共产党以后再说吧 我说呀 太子 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我还是站着吧 站着习惯 站着习惯 那就站着吧 嗯 好 你告诉我 你今天多大了 十九 十九 你养父养母 没告诉过你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那时候挺小的 不记得了 你知道 你姓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听说啊 你养父养母 总是叫你巧到娇啊 你有姓吗 你不认识吗 我养母说 我亲生父母给我留下了一个荷包 上面绣着一个棺子 我可能姓关吧 姓关 荷包 那荷包在哪儿呢 能让我看看吗 好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 交给你的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交给你的 书长 孩子 孩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孩子 书长 你 孩子 我 你是我的女儿 我就是你爹呀 你是我爹 我是你亲爹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孩子 你是我爹 这是真的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孩子 当年 你娘 一共缝了两个 一个 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另一个 就给了你 娘 娘 爹 孩子 你是我爹 我是你爹 孩子 你看看这个 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看看 这 前进 谢谢 方碧仪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你不是在后勤部吗 怎么跑到我们团部来了 我 我这不是 跟着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 过来接受镇子上的物资吗 我想到你在这儿 我就过来看看你 你 这房间有点乱啊 我这几天太忙了 没时间收拾屋子 那 那我来帮你收拾吧 不用 我自己来 没事没事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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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自己来可以的 给我吧 你给我 你真不用客气 真没事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吧 你来吧 你坐坐坐坐呀 坐 坐 我自己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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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事儿啊 听说 你要被正式任命为团长了 好好好 命令过几天就下来了 那 那挺好的 恭喜你 你恭喜我啥呀 也没什么好的 谢谢你啊 那个 我觉得当团长挺好的 当团长就能干很多事儿了 你是指啥事儿啊 就是 就是你以前当连长的时候 不能干的事情吗 啥事儿 这有些事儿吧 好 这有些事儿吧 不能干 它就是不能干 不管我现在 在什么位置 我等了 我等了 谢谢你 今天把话 跟我说清楚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休息 我走了 再见 女人 瑞瑟 既然你是我爹 那我要问问你 当初你和我娘 为什么要抛弃我 当年 五四反微教失败以后 不得要转移 可你刚刚出生 如果带着转移 会有很多风险 我跟你娘 商量了许久 最后决定 把你寄养给 一家当地 可信任的老乡家 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四川 我多次托人 去找过你们 可没想到的是 你们已经搬走了 自从把你送走以后 你娘 日日日夜夜 以泪洗灭 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总是偷偷地哭 那 那我娘现在人呢 你娘 后来 我们都参加了席路军 牺牲的时候 在一次战斗中 你娘 牺牲在了甘肃 是我亲手 把你娘掩埋的 牺牲了 牺牲了 那我 我就没有娘了 孩子 你是没有娘了 但是你有爹 有我这个爹呀 孩子 你娘 你放心 从此往后 你爹我 永远不会离开你 爹 爹 那我叫什么名字 你的名字 叫关蓝 关 蓝 下辣椒 真替你感到高兴 没想到就这样找到你爹 是 他居然就在咱们身边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之前一直幻想过 我爹是做什么的 乞丐 酒店伙计 种地的 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是 是 都说五巧不成书 有时候啊 这生活中的巧合 比书里的还要精彩 对了 方姐 你和武团长聊得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武团长 我有眼线啊 今天跟你一起去的小王告诉我的 他说你去找武团长了 之前还说女人不能上赶着 那你倒是别去啊 如果能重来的话 我还真不如不去呢 怎么了 聊得不开心 也没有啊 我们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 也挺好的 反正拖拖拉拉的 最后对两个人都不好 所以以后我们俩 除了战友关系之外 没有别的关系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 方姐 我可能要跟你告别了 告别 我爹想让我去 延城的新四军总部 说那儿开了一个叫 无线电通讯培训班 他想让我多学点知识 为部队做贡献 我听说啊 那儿的人都是由一个叫 苏联的国家的人给上课 反正他想让我去我就去呗 你就放心吧 小辣椒 我能求你件事吗 你别跟我客气 你说 你能不能 帮我求救关团长 带我一起去延城学习 你也要去啊 可你在这儿待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走啊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我不想看见我十三 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咱们团自从上次的一仗 营连级的指挥官死的死 伤的伤 所以啊 我们急需从基层 重新提拔一批指挥官顶上去 你们俩的一些职务啊 也得做一些改变 对 黑道 你小子平时在侦察牌干 这个侦察连哪 一仗下来 剩下不够二三十个人了 也急需重组 所以我认命 你就是新的一任 侦察连的连长 啥意思 咋还不愿意 贤官想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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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嫌官大官想的问题 我就不在乎这个 不在乎吧 那你说说你在乎啥 你看啊 你当个连长 平时就累得要死要活的 还管那么多人 你说这平时当个牌长 手底也都管二十多好人 我头都大 一我先烦 二我还懒 你这儿给我军区司令员当 我也不愿意当啊 这样 你看我给你当个警卫员得了呗 行不行 啥 你当我的警卫员 开玩笑的吧 你能当警卫员 咋了 我咋不能当警卫员啊 咋的 那那那虎子都能给官团长 当警卫员 我就不行 论枪法 拳脚 对吧 我哪样比他差 再说了 我长得也比他好啊我 去去去 你能有人的精神啊 不是 我不是瞧不起你 我是说呀 你给我当警卫员 那真是屈才了 不去采不去采 一点都不去采 不去不去不去 行 这样吧 你就给我当警卫员 兼警卫连的连长 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不去啊 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行 那个时候 你就是我的警卫员 行 但是 一旦打仗的时候 需要你们警卫连 顶上去的时候 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 换句话 让荒土来包裹这伤口 让硝烟快填满了喉咙 已经忘了翻越过的七座山头 只看见七尺高松 让炮火点亮了瞳孔 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与酒 最后一刀火线 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头 耳边回荡兄弟是眼睛握着手 你还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胜利之后 各感动 生死之间人生机会能做英雄 多小弟兄只剩一面却永久 当其承诺和心中 下一世重来我还在你终于 1212 221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